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个关于贷款的话题 因为今年一直以来房地产市场 其实不要看它比较冷落 但是大家对市场的关注度倒是很热情 因为有很多的人是想进场的 因为最近Fed说又要加息了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新的智多星 它是资深的贷款经济 名字是Kerry赫 Kerry非常感谢你白忙当中抽时间 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你的专业 大家好 谢谢Daisy邀请我上节目 我先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Kerry 然后我从事贷款行业有20多年了 每年的交易额都超过300个million以上 我年年基本都是公司的top aging 也帮助很多客人买了房子 做了重新贷款 那么我相信你在20多年的经验当中 一定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经历过 那么你认为 就是现在这个Fed如果再加一点息 它会不会再把这个利率又冲高了一点点呢 那么你认为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怎么样 会的 因为呢 从去年开始 那个联储局不断的加息 我们的贷款利率也不断的升高 那在我20多年当中 今年是贷款利率是最高的一年 然后呢 贷款的交易量是最少的一年 也不算今年了 是应该说是去年 今年刚开始 不过今年情况应该也差不多 那贷款利率升高就直接影响到 个人的贷款能力 那所以你就会看到高价位的房子 那个下降 就是说房价下降的比例就比较多 然后另外买家就比较少 那现在基本上是重新贷款就很少了 就Refinance的人就停了嘛 对 因为Refinance的人停了 而且呢 因为一年多以前 大家基本上所到的是历史上最低的利率了 那就因为大家所到的最低利率 所以现在房子上 市场上的房子其实不多的 因为大家可以有能力把它hold住 就不放出来 那所以你也会看到 有些房子一旦出来 价钱比较合理的 然后房子也不错的 特别是南湾的话 最近听说我也抢得非常厉害 对啊 难怪说有的房子其实才出来五天啊 现在这种市场情况下 五天居然就判定了 所以说要是真心买房子的人 还是要抓点钱 而且特别是从这个loan的角度啊 就是说他也是需要 你手里赚的这个pre-approval 你才能下offer 是不是这样 对的 每个买房子的人之前 每个offer之前 他通常需要一个pre-approved 就给seller看 然后另外的话 他也需要给seller看 有足够的当payment 那现在呢 很多买房子的客人呢 是第一次买房客人 那我们现在这边有很多 就是那些program 或者是说是政府也好 公司也好 lender那边也好 都给第一次买房的人 有比较好的优惠 有些甚至是给一些free的 就当payment 那这一点上能不能给我们来 多来渗透一些信息啊 其实因为政府有一些 什么补助计划啦 或者什么之类的 特别是对第一次买房的人来说 还是蛮起很大作用的 所谓第一次买房 不是说你从来没买过房子 就是一般来说是三年之内 没有拥有过自主房的 然后呢 也是depend各种不同的program 也是看你的收入 有些收入甚至是30万的 家庭收入都还可以拿到补助 就自主 那有些呢 就属于要比较低的 那每个人情况不同 欢迎呢 你有时间可以给我打电话 咨询一下 那其实30万 这个门槛满第一的呀 对对 那要看就是说是哪个county 对吧 哪个补助的项目 然后所以具体到每个人的话 情况不一样 一个比较贪婪的块钱 就说这些补助将来要还的吗 有些是不用还的 有些呢 有些补助说 我是 有比较复杂一点 有些是说分享一个 如果你比如说你房价上涨了 然后呢 你卖掉房子的时候 你要根据相同的补助比率 来分享这个房价上分成 这个有一个的 那有些呢 会给你2%或3% 是free money 就是说你住了多久以后 就不用还了 但必须是自住房 那这种program呢 很多也时时在变化 有些program没有钱了 他就没办法继续了 但又新的出来 所以呢 这个就要你的 要联系好 龙威女帮你时刻注意着 就是说 那这些program 大部分都是州范围内的吗 就是只要是你在 你是加州的居民 还是说不同county 也有不同的program 要是不同county的 南家有南家的 北家有北家的 有些是lander那边出来的 有些是政府的机构出来的 就这样子 那这倒是蛮是及时雨的 就所以因为现在利率高了 但是呢 如果是有这些好的program 所以有的人还是能买得起的 特别是现在房价呢 又没那么高 是的 然后就会有就是说 你这样子就对那些 没有比较少down payment的 都就是一个补助 但另外的话 一直有的一个program 就是说那种 叫类似的叫做FHA loan的 那个只需要3.5% 3.5% 3.5%左右的down payment 也是可以买房子的 那我说到这个loan这边 我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贷款的时候 可能有15年fix 30年fix 还有什么5年arm 7年arm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arm 那么以前呢 就是说如果贷款利率低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锁定30年 那如果高的时候呢 我们就哎呀 5年之后我们再refinance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 你认为是哪一个方案是好的吗 贷款有很多的term 基本上是普遍的就是30年fix 就which means就是说 你30年锁定一个利率 一直都不变 那15年fix 都15年锁定一个利率不变 10年arm 就是说也是30年的term 就30年付清 但10年就是固定的这个利率 那7年arm 就是7年是固定的 后面23年是浮动的 5年的话 就5年是固定的 后面25年是浮动的 那浮动呢 浮动利率呢 有个lifetime cap 就是说5个percent 这个意思怎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 你如果是锁了个7年的 3个percent的利率 那前面7年都是3percent 对吧 那后面23年 如果你不做重新贷款 你就继续让它留着 那不管market的rate多高 for example 现在外面的rate 11个percent了 以前历史上曾经到过什么 18个percent 那你的rate呢 还是最高不超过8 因为你原来锁的是3个percent 那lifecap有个5个percent 所以加起来就8percent 那你也不会超过8percent 那至于选哪个贷款的term 比较好呢 那30年就比较省心 如果像现在这个rate高的情况下 如果你贷款比较大 那你说实话 那个以后重新贷款机会是很大的 基本上说过个几年 又rate往下跌了 你又可以重新贷款 这样情况下呢 就看你如果贷款比较大 贷款long amount比较大 然后呢 你比较一下 30年的rate跟7年的 或者10年arm的rate比 如果7年10年arm的rate比较好 那可以考虑做7年或10年arm 那如果有些人退休了 然后他的房子 long amount也不是很大 那会建议锁一个15年的 因为15年的rate比较最低的 但是通常他每个月payment都比较高 那所以适合那个loan amount比较小的 这个所以基本上说 到时候你要算一下 才知道说哪个划算 还有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有些人 有些客人说 哎呀我虽然现在很多做重新贷款的 是no point no cost 但是准备文件很烦 所以呢基本上也不想再动的话 那种的客人 我会建议说做个30年fix的 比较不麻烦 然后或者有些客人说 哎呀我过几年这个房子 有可能出租了 那就现在自住的话 做个30年fix 然后呢找到一个好的aging loan agent帮你分析 帮你看着市场的rate 及时通知你 什么时候该做贷款了 重新贷款 这样子的话你会比较省心 这个绝对太重要了 有的时候呢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就是盯着这个房子 我砍能砍了多少 当然现在你也砍不下来了 就是说哎呀就觉得 哎呀这个房价我买得很好啊 但是呢其实你贷款贷不好的话 其实是你这边觉得很好 但是呢你而且贷款是长期的 一弄就最少15年的人都少 大家都弄30年 所以你这弄不好的话 你这边的损失就比较大了 那刚才好像就是你说这个refinance 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存在着一批人 他现在还能带 但是呢可能过上几年以后 他说不定就没有办法 因为他比如说他现在接近退休 是吧 那么或者说将来在refinance 可能不太容易 不一定能做下来 是有这个问题 是所以呢像有些客人就说 我准备几年以后就退休了 那退休以后收入当然减少 你就不容易做重新贷款了嘛 对吧 所以呢你就锁一个30年 或者15年的fixed 把它利率就锁住了 就这样是最省心的 对吧 那有些是年轻人 他肯定会换房子 对 所以但是他说我这个房子呢 多办呢即使换房子 我这房子还想留着 以后改造出租 那也是先做个30年 那有时候呢有客人说 比如说7年的 贷款利率是5个% 然后30年的fixed是6个% 当中差1个% 那对一个大弄 比如2million弄来说 那每个月payment差别很大 那一般情况 会建议客人做个7年 说实话 在那么多年的 我的贷款生涯当中 我还深没见过客人 不做重新贷款的 都做 有些客人 从30年换到7年 然后从7年换到30年 换来换去就一直在做 就是说 因为有时做30年 客人说 利率已经够低了 我不再做了 过了一阵子 过了半年 一年看到利率又低 又重新做 那他又觉得说 哎呀我的老师重新做 怎么弄个30年 不划算 就改做7年了 改了7年以后 没多久 觉得rate要往上涨了 他又担心这7年 rate又会要 重新贷款的时候 rate又会比较高了 所以呢他就说 那我就再换成30年 但不管怎么做 都还是划算 因为有很多客人 比如说做了7年 再做个7年 最后做个15年 那total来说 他也就30年35年 把这个贷款付清 因为这是针对 有些客人说 那我永远做 这个从利finance 那我永远 这个贷款就付不清了 永远就还不清了 那就很多客人 我的客人是这样子 做了7年 做了7年 然后呢 15年有个 很好rate出现了 而且你的loan amount 又比较小 回负担得去 每个月的payment了 就做个15年锁住 那后来发觉 total还差不多30年 付清 但是average 平均这个rate 非常低 有时候甚至比 7年arm rate都还低 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 但是呢 最重要是 有个aging 帮你看着 这个rate的走向 你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了 因为很多客人 听到news 或听到广播 在那里 也许已经错过 最低利率了 对 是 这个我们的房贷 其实呢 也不需要说 就哎呀 我就有生之年 我一定要把这个房贷还清 其实也未必 因为这个房贷 它是在整个的金融体系当中呢 它是一个 你参与这个金融大循环的 其实是环节之一 你有可能就算是你 有生之年 你不还清 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是吧 因为你可能过了几年 把房子卖掉了 你卖掉了 你就还了 你要重新贷 或者说是有些 其他的一些plan 总而言之呢 其实是我们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情 做出来的效率是最高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 如果你自己 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找我们自身的 Carrie Carrie你的联系方式 请给大家说一句 大家可以联系 我电话是 510-579-5262 我基本上24小时 都是开机的 我这边的program 很多 应该来说 符合每个人的需求 我记得以前看过 日本电视电视机 说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子 好像 没有Carrie 没有Carrie 贷不到的款 对 这也是我的理念 信念 每当帮一个客人 买到房子 特别是特别难的路 把它做成了 我心里这个成就感 自豪感 真的是满满的 我相信 510-579-5262 对的 好 那我请朋友们继续关注 我们下边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Credit Score 怎么把它mentend好的 这样的话题 接着我们下边的 我们下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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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到 一边的 我们下边的